最近,央视一当节目中,讲述了一位医务工作者,与癌症抗争20年,只坚持一件事,游泳,最终痊愈了的故事。 20年前,40多岁的张雷,被查出患了癌症,手术就做过三次,医生曾委婉地告诉他,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 后来,虽然病痛给他的身心打击巨大,但不服输的他决定去游泳锻炼,跟癌症死磕,他通过游泳不仅让癌症20多年没有复发,而且最终痊愈。 其实,游泳抗癌这件事,得到很多业界肿瘤专家的认可,比如,中国工程院院士,著名肿瘤癌科专家汤昭柔就提出过,游泳是最好的抗癌处方。 广州副大肿瘤院长,重瘤专家徐克诚也提到过,游泳让癌症患者死里逃生的故事。 唐昭柔,游泳是最好的抗癌处方。 唐昭柔,中国工程院院士,著名肿瘤癌科专家,唐昭柔认为,癌症并不是一种疾病,而是多种疾病。 成生性改造很重要,提出消灭与改造病区。 改造包含两个方面,其中之一是对机体的改造,主要是提高机体抵抗力,以练更有效的发挥自身力量对付残癌。 游泳可以作为抗癌处方,我认为是可行的,我们实验表明,生放肝癌的老鼠,没有游泳的活了六十天,适度游泳的活了七十天,过度游泳的活了五十天。 唐昭柔认为,在此实验中,神经系统起了重要作用,适度游泳升高多巴胺的分泌,多巴胺可以抑制肿瘤。 但是过度游泳降低多巴胺分泌,因此,进行试读的运动很重要。 记得2009年,当我在的办公室里,一位病人来我这副茶,他面粉红润,声音红亮,但他说他也是一个病人。 我以为他是一个诊断错了的病人,看了报告才知道,他2001确诊未干,第二年手术切除后再次复发,切除后复发。 2004后后,第二年再次复发,无奈,的患者找到了我,我给他建议,要坚持游泳,这样才能增强体质,提高身体免疫力。 而游泳掌握方法后,也不需要像其他运动那样,需要大量的体力消耗。 就这样,我的病人在09年后再复查,而检查的结果是,病情得到有效控制,无复发。 他说除了按时吃药之外,他还严格按照我的指示游泳。 他坚持每天游泳,20到30分钟,感觉身体越来越好,不害怕寒冷。 事实上,这个病人并不是我病人中的个例,游泳已成为癌症患者最好的药方。 在医学上,早期的研究已经发现游泳可以起到人体的生理作用,游泳可以刺激体内干扰素的产生,从而有助于预防癌症和复发。 学课程,游泳让癌症患者死里逃生。 我清楚记得,那是九月的一天,来自上海的企业家宋先生,在我的广州办公室,讲了自己的近乎不可能发生的神奇故事。 2013年,他突然不想吃饭,看到食物就厌恶,接着被不疼痛,日益加重,其中一下子掉了10公斤。 他去到两下三下,都被诊断了一线啊,已经不能手术切除,他直觉了放化疗,半年后通通逐渐消失,胃口恢复,其中增加。 我看着他讲话神情,就想再听一位前线归来的战地记者,讲述此里逃生的故事。 我问,你做了什么?宋先生挥着手,坚定的说,停了几秒钟,他眼睛一亮,看着我,说。 哦,我有一个诀窍,游泳。 他说,在胃口恢复,疼痛减轻后,就开始游泳,每天坚持至少一小时,长长两小时,直到现在,坚持不限。 他说,我能活下来,是个奇迹,游泳对于我的康复,也是功不可没。 著名肿瘤专家汤昭游院士,一直强调游泳在癌症和腹中作用。 他的夫人李奇松教授患乳腺癌,手术切除十一要领巴结转移,术后出口腹中药,就是坚持游泳,十多年没有复发。 唐越士在他的中国式抗癌,健身抗癌中,提出适度游泳可作为致癌处方。 最后,看完快把这篇文章传给家人,最好的抗癌方法要知道,一样是新闻,晒晒我家的讲章讲状,二中先往中国工程越越是唐昭游,游泳可成为特色抗癌处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